第一个问题要问各位 这是金融股十年难得一遇的大行情吗 请举牌 认同的请给圈 我们来看一下 一二三四四票圈 一票在中间 我先来问中林为什么放中间 基本上中林今天涨天百 主要是因为他那个殖余率是5%以上 是因为你看配1.8 5%的话就36 金融股5%以上的也很多 为什么不涨呢 对但是像这个部分基本上什么 会买这个5%的基本上是什么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ETF ETF他没有在供给的 就是可能5%以上我就买 可能买到5%以下了 他就不买 所以你认为没有续航力 应该说就是如果说36块多 就是5%了 但是我高以上6块就没有 那就几差就好了 但是短天上应该会涨一下 好来 蔡总为什么解决 今天由两档老牌的 灰电子亮灯上停 它有一个强烈的讯号 至今会跑到灰电子 那我们先讲中信金 中信金当然刚才讲的 就是一个配息 本来他们的总经理说 配到可能1.25元起跳 但是你没想到配到1.8 所以这个老实讲 喜出望外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整个金融类股的涨幅 是超过了3% 我们再看一下 国泰金 它今天也涨了快4% 国泰金是大牛 对 那因为低进的EPS是2.57 索尔金控的低 过去EPS的冠军 大概是互邦金 但这一次被低进 被国泰金给超越了 那我们看国泰金的股价 你可以发现 他今天才50块 那护邦金快70块 这中间差了20块 我EPS比护邦金高 但如果股票少你快20块 所以会补涨 但问题是 很多小白觉得 做金融股没处理 因为他的股性就很温 他可能涨一天之后 他就不会像AI这样狂飙 那这一次会改变吗 但这一次的话比较不一样 因为国泰金的大涨 他释出一个讯号 就是说到5月中旬的低际财报 金控股的财报很好 我们知道金控大部分是三个业务 银行因为今年的黄贷 创新高 然后保险是差一点 但证券这个部分很赚 所以整体加起来 金控的获利业务 都比疫情中来得好 所以金融股这一次不同 对这一次会还有财报 那当然配合像台新金 这个跟这个星光金的合并 你看今天星光金 我们都会要来讲台新金 真的合并有谱了吗 这桩亲事讲了二十年了 对 已经大家都以为会黄掉的亲事 真的要成了吗 我们都会再来讨论 所以这次金融股不一样 我不太一样 这一次会有财报的效应 来我来问献哥 可能年轻小白没有看过 那个国泰金狂飙过 对 因为经过钱几个国泰金的时代 他们就觉得金融股 怎么会有续航力 其实过去三年 因为COVID-19的关系 所以受险股 是所有出来都是坏消息 而且过去五十年 全世界的金融 只有四次是股债双跌 刚好这次又遇到 所以有受险的去年连南三人寿的 净子都跌到变富的 是 所以你就知道 大家没人敢买嘛 所以国泰金跟富邦金 都跌破十年限 所以你刚刚讲的 十年难得一遇的机遇 就从这边开始 十年一遇 对 那另外我们看 就是说你现在受险 金融成长 我都没给你注意 你知道星光金第一季的营收成长 是三百二十七% 那如果电池又 走到去把兵reat 不是丢到游去 八户整隻十五户 下辣 这就是金氛的腰斩都腰斩 的股炎 这刷到比金融越遇到 结果就是因为刷你看不起 但是我觉得 你从任何一个角度 你刚刚资产有资产 你说它的个金 一般的我们个人个金 就是防贷 器金 它上面都最重 这个就只缺什么 缺人店费而已 我现在都给他店费 第二把火 市場第二把火 你不能說我 沒有啦 你現在都說的 第二把火 我跟你講 因為我想所有的投資節目 還是在講AI台積電 對對對 我們就是要跟人不一樣 先說好不好 來 第二個問題 我想很多投資圈的小白 根本不認識那是什麼公司 農林是幹嘛的 不會煩惱火 主席有沒有看過煩惱火 誰什麼看的很多 來 老牌資產股越冷越開花 我想今天這一集 觀眾朋友 你絕對不能去上廁所 真的要認真 今天我們講的 可能是別的節目 都不會談到的觀點 但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醞釀大的爆發力呢 來 老牌資產股 會不會越冷越開花 各位怎麼看 請舉牌 哎唷 連棕齡都舉圈 對對對 因為我剛剛買房子 最近房價真的漲得超級誇張 你買在哪裡 你買在哪裡 在那個南港 買多少錢 兩千多 不是啦 我問你 一瓶喔 一瓶快七十了 中古屋啊 中古屋啊 反正就國宅就對了 全部都漲一層多 房價漲翻了 你就砍不下 對 就全部漲翻了 而且價格很硬 根本就砍不下來 而且怎麼樣 而且你猶豫一下子 馬上都會買走了 就很奇怪 所以現在這個營建資產 我覺得這個 應該是市場上錢太多 我完全是用自身經驗來選股 來看一下 老牌資產股 我想問一下這是幹嘛的 很多小白說 我不認識這家公司 後生是幹嘛的 我也不認識他 都是土地 那農林是幹嘛的 賣茶葉 還有賣探權 賣探權 但基本上他們都有很多土地 台湖今天有去 有 今天也去 但是我們來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 電子比較不一定有股價倫理 因為電子有時候來一個訂單 來一個概念就噴了 但是傳產輝電子還是有一定的股價倫理 我們看這個盤面這一次 還有一個股票 2501的國健 國健 我都忘了農林四輩茶葉 你知道嗎 國健今天一開盤就漲停板 已經漲一倍了 他已經漲一百 今年光今年漲130% 但是他的融資使用率只有7% 所以就散步不認同 重點我們看國健 他掀起了資產的比價 他這一波的起漲 觀眾注意一下 18塊 然後你看剛才那個資產股的隆嶺 2913的隆嶺 賣茶葉的 他20塊 所以還沒去以前 其實他的股價 其實隆嶺還比國健高一點 但現在的國健 你看國健四十幾塊 還在所長廳 那個賣款會 我想看一下好不好 那幾號 9902吧 9902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是上一線嘛 對 其實他這一波 他都慢慢動了慢慢動了 只是說因為這種公司的話 因為他的土地資產 沒有像當年那麼多 但是我們回來看那個六公格 這一些的 所以他們反映的是土地 對 就是被國健給帶起來 可是每年都在搞苦土地 然後土地都沒有開發 每一次都炒土地 真的假的 當然他這個就是 因為聯準會不斷的降息 然後錢就跑到了這個灰電子 然後灰電子 像國健這種股票 飆漲了以後 大家就會去找 找說 本來股價不會輸你了 現在就輸你大段 開始了 今天這些股票 全部都被點火 那就完全是一個資金 移到的這個灰電子 問這種股票 就要問蔡總跟憲哥 你都太年輕了 你知道嗎 來問憲哥來 這種股票怎麼操作 那種的 你眼睛卡卡都會走 因為那種的都是消息 土地沒賣在一起 土地絕對不會賣 那薯紙 當時你已經換幾個了 跟土地都不會賣 每天都說 那個薯林那塊 那塊不賣處理 跟現在不處理 審判也是做新光醫院 不處理就不處理 英文不處理 農林說 等一下 這種的題材 怎麼會有續航力 有啊... 有啊... 主力下去了 農林就是說 我跟你說 你操作生機去看 在台灣省你買一國 上面在台灣省的銀河所在 你有兩邊的土地是你的 現在兩邊的土地 如果搬來台北自己 怕死人啊 那農林不夠燙的 每次都用這個台詞 就對了 對對對 都用這樣